第三9题 WiFi讯号是一种电池波 依照频率分成2.4GHz与5.0GHz两种 为了方便称呼 我们通常就简称为2.4G与5.0G 5.0G由于频率较大 表示一秒钟可以传送的讯号量较2.4G多 在相同介质条件中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主G表示10的9次方 因为题目上面已经说了 我们是所谓的相同的介质 那么我们知道波数值跟介质的种类举状态有关 所以2.4G与5.0G的速度是一样的 选项A说5.0G的波数叫2.4G的波数块 这个是错的 我们2.4G跟5.0G 我们不同的是频率 那么正幅是跟能量有关 题目没有提到了能量 所以选项B说5.0G的正幅较2.4G的正幅大 也是错的 选项C 5.0G的波长较2.4G的波长短 根据我们公式V等于F乘以Lambda 我们现在波数是一样的 5.0G的频率比较大 所以它波长就会比较小 所以选项C呢是对的 选项Z 5.0G的周期比2.4G的周期长 我们知道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所以5.0G的频率比较大 那么周期就会比较小 选项诸是错的 因此第三个9题问我们说 在相同的介质条件中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5.0G的波长较2.4G的波长短 不仅仅務必顽 7.0G的 beziji 1.0G静 1.0G届 4.0G的目指